大家好,我是小徐 今天从医院那边回来了 两天没有再家园,回来事情也比较多 出来取了许多的快递 同时送了两只狗狗去宠家做美容 求生已经做过手术 但是手术后,他的情况也非常好 然后手术也很成功 所以今天就回到了基地 基地狗狗也一切安好 大家不用担心 卫生也干干净净的 就是我现在过来取快递了 然后取快递的路上 就是路过家里面过来看看北里 看看我们的小北里 然后看看家里的狗狗 看完我就准备回来基地 这两三天的事情 每次一旧狗狗的话可能就是比较繁忙 其实不旧狗狗的话 就是感觉平平淡淡 但是一旧狗狗就比较忙 回来到现在就是两点多 两点半准备到了家园 到家园之后就是又是送狗 又是取快递 然后又是接狗狗去宠物店做美人 反正一直就是在忙碌的路上 给你们看看北里 来看看小北里 好久没见过小北里 给大家看看小北里 然后这就是长长其他世界 就是那只看幻的狗狗 今天视频可能有点杂 但是还是比较整齐的 今天的视频内容有医院的求生 有北里 还有我们家园的狗狗 然后也希望大家能够喜欢 我还是那句话 只要我有一点希望 我就会去争取帮助着每一只狗狗 我在这里对狗狗们跟大家说一声感谢 感谢你们这一路的支持与陪伴 谢谢 祝大家好能一声平安 给大家看看北里 就是北里跟我闺女的关系老好了 特别亲切 就是每次我会买些香肠 鱼肠然后给闺女吃 然后闺女就把那个肠给北里吃了 然后就是关系特别好 然后北里呢不能经常做那个笼椅 做笼椅他那个下面的腿的肉 就全部挤成烂的 所以就不能经常做笼椅 然后等他去医院看了一下 现在也回来了 所以就是在家里面以后就不给他做笼椅了 出气的话让他做个半个小时 一个小时左右的笼椅让他走就行 如果做笼椅做的时间 就他下面容易腐烂的快一点 我相信北里也是大家切挂的一只狗狗 今天所以视频就 把大家切挂的每一只狗狗都给大家看看 你看北里看到我闺女老亲切了 好了接下来咱们看看其他狗狗吧 给大家看一下就是求生 做完手术后的一个状态 看两只眼睛大碌碌的看着我 满眼都是感恩的一个眼神 就是 然后做完手术之后他特别的瘦 就剩下了一把骨头 因为那颗瘤子就四斤重嘛 后面给他插的是一个眼瘤管 就是害怕发炎所以给他插了眼瘤管 然后手术后的状态还是挺好的 精神状态啊各个方面包括眼神都挺好 因为在手术前求生的欲望就特别强 特别就是渴望活下去 很多人配合医生 给他注射麻醉也好 然后给他检查也好等等一系列的工作 他都特别的配合医生 这也是我为什么不舍得给他热死的原因 哪怕他只剩下几个月的寿命 我也愿意就是接着给他治疗的原因 因为这只狗狗太懂事了 昨天所有的检查他都没有挣扎 一个人就可以完全做得了的事情 把我今天上手术前给他打呼吸麻醉 然后给他打麻醉 他都特别的配合 全程都没有动一下 像有一些狗狗打呼吸麻醉 他需要挣扎 但是他全程都没有挣扎 然后现在还在给他输着消炎液在这边 营养液跟消炎液 刚做完手术他有点疼 可能里面还有个止痛的效果 输了之后有了止痛药 他也就不会有那么疼了 大家提心吊胆 切罐子的心 现在也可以放下了 他已经成功了 回来了 今天还接回来了两只狗狗 这只就是今天接回来的 刚从狗知道救下来的母狗 做过绝育了就给他们接回来了 然后这边还有一只 就是今天接回来的 他这黄黄白的 其余的咳嗽不能接回来 然后就接了这两只 一只黄的一只黄白的 然后刚做完就一个手术 三年没有回来了狗狗激动呢 叔叔在打扫卫生呢 看叔叔他们把卫生收拾的多干净 把卫生收拾的老干净了 叔叔他们 看看这卫生收拾的 你跑人家收拾到杀尿呢 乐乐 干净不 下雨下的 这就叫放心 走的也放心 走了之后 每个卫生也干干净净的 每个区域卫生都干干净净的 放心了吧大家 咋啦小庄月 给他家看看狗狗 激动呢 都激动都不行 然后我现在带了这狗狗出去做一下美容 本来是早该做的 但是因为咱们就求生了 就说了之后时间也就拖椰了 带A大跟鞋 带A大鞋带出去做一下美容 跟他们干干净净清清清爽爽 长毛的基本都做的差不多了 鞋在那下的 带你去做美容哈 咋啦小庄月 你呜呜啥的 给你们看看狗狗 多多的小人要我 一夜没见是小人呀 看看喜欢吗 好 给大家记录记录我们家园狗狗的日常 头久没看他们活泼开的样子了 今天终于又看到了 放心吧大家 不管我站于不站 狗狗都会照顾好 拜拜 拜拜 今天事情就到这里了 哈哈哈哈 好